大家好 我叫魏嘉妮 今年29岁 来自辽宁盘景 我妈妈是一名名歌爱好者 在我很小的时候 早上起来 她就开始给我放名歌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唱很多名歌 后来我就开始 学习了民族唱法 今天我来到 尔潘中国这个舞台 我就是想用心 唱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魏嘉妮曾经获得 亚洲国际声乐大赛 中国唱法金奖 让我们有请魏嘉妮 泡沫满溜溜的身上 一段溜溜的云游 短短溜溜的脚在 康顶的春游 一家溜溜的大街 人才溜溜溜的豪游 唱着溜溜的大歌 开始溜溜的大游 夜亮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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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溜溜的康顶 溜溜的烹补山 夜亮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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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那游溜的沉 溜溜的沉溜 夜亮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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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弯 藏顶溜溜的春雨 绿江溜溜的大街 人海溜溜的红油 长江溜溜的大歌 盘上溜溜的汤油 绿江溜溜的红油 一段流量 天洋溜溜的红油 再多的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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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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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好 你好 魏佳妮 刚才佳妮一唱的这个版本呢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她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揉在这个歌里面 前面那个部分也是她影子的部分 你用很柔很甜美的音色来表达 第二个部分是比较欢快的 节奏型已经起来了 第三个部分 到后面你加入了很多花枪的元素 每一个部分实际上都带给我们 一种不同的音乐元素 会很新鲜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 稍微有一些区分的这种音色来表达 我觉得它会更加的丰富 谢谢 这么一首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康宁青》的 我也唱过 我唱了几十年这首歌了 但是我是一直是规规矩矩矩那样的一首 那么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 也是眼前一亮 你想尝试一下吗 如果有机会 她一听这首歌是为女生写的 因为后面加了花枪部分 我要是唱那个话 那就变了 那就不是我唱的 康宁青歌太著名了 我们不能改编的最后 越改编越难 越改编越脱离人民群众 本来我们人人都能唱 你改编完以后 除了你魏嘉宁 我们都唱不了了 这个就有点麻烦 但是我倒觉得 这个院长 这咱俩又不一样了 就是她后来加了很多花枪的部分 那很多人是唱不了了 但是她一下让这个作品 原来是一个很小的歌 有的新的生命力 发展成一个大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康宁青歌 如果这么唱的话 她前面又有流行的东西 然后最后又有花枪 当然倒不妨是一个将来音乐学院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演出的过程当中 作为一种气氛的渲染都可以 但是我所说的是什么呢 好听又好唱 才是我们民歌的根本 这个我坚持我的观点 康宁青歌真的是在全世界 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情感的一首歌 非常具有中国风的那种特色 包括那个南高音歌唱家 Domingo他也唱过 90年代 这首歌第一次唱出来 是在南京 1947年的时候 4月19号 这个著名的当时的音乐家 叫玉仪轩老师 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 后来的副院长 对吧 著名的教授 这是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唱的 为什么这首歌一下唱火了 是因为要唱到这首歌的时候 停电了 没电了 所以后来是点着蜡烛唱的 唱得特别动听 现场有一位人 就这个被他唱感动了 谁呢 就是著名的张志宗将军 因为当时张志宗将军 新疆城主席啊 就因为这首歌 后来反复地请他 到兰州到乌鲁木齐 就唱这首歌 一下子这首歌 红遍大江南北 那么我觉得 嘉宁今天的演艺 也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 在每个不同的时期 这些喜爱民族音乐的音乐人 每次给他注入新的活力 那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因为在家跟我姥姥看电视的时候 她就总跟我唠叨 她就说 哎呀 现在这电视里边 有我喜欢的歌太少了 都是你们年轻人听的 看的 我都看不懂 也听不懂 然后我就让我想到 现在可能中老年人 他们对这种老歌 民歌 这样的需求 是更同样被我们去重视和关注的 我觉得今天嘉宁呢 在这个舞台上提了一个 非常社会问题 我经常跟很多人讲 就是我们已经民歌 已经到了边缘化了 所以今天我刚才还跟院长 还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二帆中国这个栏目呢 的的确确的是 在当下 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刚才我们的这个 阎文老师的这个感触 你说的有点 让我有点 太紧张了 你真的觉得中国的民歌 真的在边缘化 好像你们一直在 努力奋斗的这个 特别在银评上 的的确确我觉得这个舞台 太小了 而我们真的庆幸 在当下的中国银评 我需要所有的此刻 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这档 耳畔中国的观众朋友 应该为这个节目点赞 我也相信在座的400位 我们的年轻的大众评审 应该为这个节目点赞 因为这个节目 不仅会让你们听到 中国的经典的民歌 同时我相信这些民歌 也会感动你们的父母 所以回去告诉姥姥吧 让她一直关注我们耳畔中国 也要告诉更多的 年轻的孩子们 来关注我们这档 弘扬中国民歌 弘扬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 好 现在到了我们 苏格尔唐沃手机的投票时刻 对刚才薇佳妮的演唱 请你们投出宝贵的一票 投票 开始 投票结束 记住了吗 你的票数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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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紧张吗 紧张 还紧张 对 因为这首歌 改编还是挺大的 可以说这首歌 虽然只有三分多钟 但微加宁呢 它发挥得 游刃游鱼 现在我们有请 傅晓婷和音音 回到舞台中央 现在我来宣布 三组选手中 票数相对较低的 是 票数相对较低的 是 音音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今天确实 感冒特别严重 我觉得 能把它唱完 我觉得就已经很高兴了 所以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音音 谢谢 决定他们俩命运的 就是我们面前的 这三位评审老师 请你们 慎重地做出讨论 给出你们最初的决定 你们再不宣布 这二位就要晕倒了 我们有请 严言文评审 给出你们最终的决定 今天在台上的两位选手 都很精彩 真的是都很精彩 我们最后的决定是 魏佳妮留在这个舞台上 魏佳妮留在这个舞台上 祝贺魏佳妮 其实来这个舞台 我没有想着去比赛 我只想把我更好的东西 去唱给大家 把讲授送给傅晓婷 谢谢老师 也要谢谢我们的大众评审 同时更要感谢三位专家评审 经过那么纠结的反复讨论 把最后这个非常之难得的 晋级的名额给了你 请你拿上我们的 指定的Sugar糖果手机 跟评审老师欢迎刘念法 魏佳妮 把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 融入在这首经典歌曲中 令其焕发了新的活力 大家好 我叫傅晓婷 来自哈尔滨 是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的一名声乐教师 我觉得作为这一代音乐人 用我们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 去听到我们北方的 少数民族音乐 他与民歌相伴十年 为人师表 他不但书教得好 还担负起了 保护少数民族音乐的重任 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晓婷 奖剧 问他 对他 不但书教得好 他不但书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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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的连辑 我们又费 他不得好 我跟书教得好 就是 如果我跟书教得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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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